所有行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和计划 其实除了这两样 还有原因和苦衷 我不后悔我自己做过的 不过你替我挡独标的事 我谢谢你 我不会忘 好说 对 太高 要优美 看招式出手 这位老先生显然不像远安所说的那样 是个江湖友谊 两人又颇为熟悉 显然不是一般的交情 这个人 莫不就是一直以来 屡屡在远安背后帮忙的那个人 真天舒 手太高 这个手过来 下巴也太高 像穆勒这种人 天生奇襟异谷 力大无穷 对付这种人 只有一个办法 就这 用这个 刺他的心脏 我哪知道他心脏在哪儿 还有骨头 骨头你是刺不着 但是 你可以刺他的骨头缝啊 用剑刺 以他的身高和臂长 他的心脏 就在他的胸骨下一尺 只要按我教你的刺 准保没错 来 接着练 太狠了吧 任穆勒平时带你不薄吧 你竟用 这样狠毒的方法治他 那是因为我知道 就算教会了你 你也不一定舍得杀他 那你还教我干嘛 教我别的不行啊 教你就先学着 说不定以后有用呢 对了 你知道吗 来 转身 其实从后面 也可以刺人心脏 就是左肩胛骨下 两指的地方 这儿 就是命门 接着练 我一定要再活住了呢 来 兄弟 精神点啊 今晚逮住了山贼 明日咱们就能顺利回洛阳了 那些山贼都严得狠 我们每个人都得小心性命 嗯 对 那 那什么 来 我去看看 没什么啊 湿湿山猫啊 没什么啊 湿湿山猫啊 老李呢 老李 带过来 是 是 这不是天字营的老李吗 上 还有什么伎俩 就都拾出来吧 拿下 是 是 是 你让开 我要找的是赵燕芝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